大家好,我是三浩,今天继续关于中国共产外交方面的一些报道 希望大家记住,comment,like,share,subscribe,patreon,subscribe,youtube 能够点击那个地方,有个小铃铛可以提醒大家有片出 如果有一些live的时候,可以通知到大家 最重要的是,能够看完广告,因为看完广告就能够到这个频道的revenue 第二件事是,善用super thanks 的功能,scroll by 下面 是有钱的符号,可以随缘落作,多小无拘,可以赞助我们这个节目,功德无量 继续下去,刚刚讲到习近平的一些情况 整个局势有什么新的变化呢? 国际局势方面,有两点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6月底有很多的峰会 23至24日有欧盟的峰会 刚刚过去的26至28日也有G7 在德国的schlosselmann 即是在这个布尼克再搭车 一小时去到山城 就是埃尔茂 就是有这个峰会 接着NATO,即是北约 会在29日至30日 在这个西班牙马德里 是会有峰会的 那么欧盟G7 接着北约,接连都有 6月29至30日的北约峰会 那么显然三十个国家 就加上亚太的四国 即是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 是讨论应对中国的难题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讨论是会持续 那么针对中国、俄国施压 那么北约扩大驻守东欧的部队 那么四个多月的俄乌的交战 那么当然大家将个重心 不可以偏离中国 成为一个最大的敌人 那么第一,会后会宣布 扩大部署东欧的部队的计划 加强欧洲的安全措施 第二,会批准一项新的战略概念 就是2030战略概念 就会因应中国、俄国的威胁 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你觉得是重要的一点 也都是在十二年前 2001年的里斯本的峰会之后 重要的一个推展 第三,是首次邀请APEC四国AP4 就是澳洲、纽西兰、日本、韩国的领导人 去出席这个会议 希望促成了通过北约 能够扩展一些 俄会战争之后 明白到全球的伙伴关系相当重要 不要对中国去松懈 但是四样东西当然讨论 芬兰和瑞典在土耳其干扰 反对之后 是不是应该入北约的问题 那么当然北约的秘书长 就是Jane Stoltenberg 也都是在6月22日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先是说的软一点 就是中国不是北约的对手 但是需要认识中国崛起 然后后面是硬的了 中国大量投资是新型的现代军事设备 在北约里更加被看死 刚刚上一次说的G7 加上北约两个地方 对抗中国的意味相当重 但是与之同时 我都说了 美国会有弱鸡的时候 就是说 它是不是在6月18日 正在考虑削減对于中国的关税 那么很多人想的时间点在哪个时候 那么我相信 就会在北约峰会之后的机会比较大 即是7月才有可能 那么 甚至没有消息说 拜登很快就会跟习近平谈电话 那么这个谈电话 当然就会在 他要取消部分关税的时候 会出现 那么我觉得当然很生气 川普最大的政绩之一 就是说 那么久以来对于中国的贸易战 贸易战的结果就是说 有成超过300亿的中国货 输入美国 是要征收高达25%的关税 数以10亿美元的中国货 都是受制于这个制裁 那么中国称之为极限制裁 事实上就是相当好的 是一个脱欧 断链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那么川普的关税制裁期间 按照美国的法律 在7月6日到期 那么当然了 7月6日之前 还有好几日时间 那么分钟 美国就会有重大的宣布 那么 习近平经常说 制裁就是一个回力标 是一个双人剑 是贸易战 和关税战 是没有赢家的 那么这个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那么我经常说 制裁是一个回力标 双人剑 那么你制裁黎智英 黄智峰 杰斯 是吧 47人 又没有手足 无论是 港独 或者是 这个自决 或者是宗教的人物 那么你想一想 是不是都是回力标 和双人剑呢 答下人才可以的 不是不是 中国制裁那些 不是回力标双人剑 美国制裁那些 是回力标双人剑 真有趣 就是very good 天下第一是你 智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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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真的很奇怪 这个脑袋呢 很奇怪 扣子很特别 我自己说很特别 然后呢 路透社就说 下个星期 七国的 这个星期 七国峰会之前 拜登应该不会做任何决定 那么 据路透社 印述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的透露 極可能会大幅削减的 令关税和美国经济和战略 能够保持一致 保障工人 行业利益 避免提出提高的成本 以后战略考虑 那么就是 基本上呢 将其中500亿 就是最初301调查的 500亿中国货 是就是不取消关税 包括了很多电路板 半导体 战略商品 半导体 就是这些 就不取消 钢铝那些 也不取消 但是对于 跟国家 美国国家安全没有关 那些取消了 包括了 接近3200亿的消费品 包括了路由器 藍牙的器材 吸塵器 行理箱 月器基电板等等 就会取消关税 那就是说 整个计划里面 只剩下 分分钟 七分之一 甚至更少的 数目的中国货 是保留关税 这种情况 是令人大失所望 那么我们现在 他还未宣布 因为这个案件 都还在拜登的 椭圆办公室里面 有待他宣布 一旦宣布 一定口诛不乎 一定口诛不乎 就是这个 是很荒谬的道理 那么戴琪 美国的贸易代表 是 我想是一呼当关 他就 6月21日重申 对中国的关税制裁 是重要的筹码 重要的杠杆 当然 美国需要开发更多新工具 但是 对中国的关税制裁 是不应该放弃 因为这些制裁 是可以提升 美国中长期的竞争力 他说如果 如果取消关税 对缓解短期的通货膨胀 影响有限 那么美国政府 会要做一个 就是说 要对通货膨胀 舒缓 做了两件蠢事 第一件蠢事 就是 就是 它要取消 18美分 的这个 就是 汽车的燃油税 但是 几个月以来 美国的整个国家 每家卵 已经是 就是 每家卵 有18美分 18 即1毫8 的这个 汽车的燃油税 燃料税 但是 你整个升幅 油价升幅 已经升了2元 $2 现在要 至少5元以上 OK 好了 你 升了那么多 你取消这些 基本上你抵消不了 整个升幅的绝大部分 还有 你鼓励大家 哎 加多些油 你鼓励大家加多些油的时候 不就更加推高油价 喂 你 demand 增加的时候 price 会上升的嘛 虽然你说 你不几stupid it's really stupid 就是一个 完全stupid的一些人 去管理这个国家 可以这么说 这个国家的很不幸 就是 这样的 华尔街集团 这帮人 就是有利于 有公司 有利于他自己的人 他不是stupid的 他是greedy cunning 即他是corrupt 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这样的人 去做这些事 荒谬绝略 第二件事 荒谬就是取消关税 喂 你取消关税 各项的经济专家 跟你 独立的经济专家跟你说 对于整个通货膨胀影响极微 不可能舒缓到 你以为取消关税舒缓到 不是 反而你做不到脱钩 做不到断链 这件事是荒谬 我是骂得很重要 当然 他说 这个 减少部分 如果你刚刚说减少 小部分 喂 你只是 3700亿里面 保留500亿商品的 关税 其他全部取消了 你根本上完全取消了 特朗普建立的一个公职 完全抹杀了 我告诉你 这叫荒谬 这个不是对美国有利 我们要的就是 Decoupling 2020年开始 Pompeo和特朗普已经开始这个计划 今时今日 拜登开始把这件事 弄走了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忧心 你今天可以做到这件事 第二天可以把这些Sanctions 就是对华为 中兴这些垃圾 China Mobile 这些垃圾 这些垃圾 的Sanctions 都可以弄走 那就不得了 所以这个是很无聊 很无稽的做法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北约 北约呢 是不是需要全球化呢 最近余茂春 就是前国务院的中国政策顧问 6月23日 他在一个智库的 James Chan Foundation 接受了一个 即是在发表演讲 这个智库活动里面 他说 在可预见的将来 将会出现以北约模式为基础 在印太创造类似 多边防御安排的讨论 最好当然在可行的范围之内 北约扩置亚洲 如果欧亚面临共同的中俄威胁 至少都应该有 北大西洋 人泰公约组织 North Atlantic Indo-Pacific 的Treaty Organization 希望能够实现到的情况 那么 6月22日左右 有人说23日 看你时区 就在这个 James Chan Foundation 袁某春就发表演说 他说 俄乌战争 只是在乌克兰 因为 北约是有共同防御设计 波兰也是在北约里面 俄罗斯也不敢厌止任何北约国家 中俄越走越近 应该定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 有集体多边防御的优点有必要性 他说 美国和亚太的联盟 绝大多数都是双边的 包括美日的安保 美韩的安保 美非菲律宾的安保 彼此都没有集体多边的一个防卫系统 就是集体多边的防御协议 即是一国有难 多国支援 是成为了条约义务 就好像现在北约的第五条 当北约任何国家 被任何国家攻击的时候 美国有军事协防的义务 澳洲、日本 基本上都很希望加入NATO 岸田文雄也很有兴趣 但问题就是有几种模式 一种模式 模式一就是共同防御的模式 就是北约直接扩展到亚洲 即是北约加多4个成员 成为北约的保护国 中俄的言论 政治外交走得越来越近 军事也是这样 拜登访问日本的最后一天 中俄军机究竟是轰炸机绕日而行 通过津兴海峡 就是北海道与本州之间的津兴海峡 那个地方有一个狭长的大公海 所以不要经常说 一定要画200海里的公海 那里画多久 3海里 所以有很多东西 并不是 就是 永远是12海里是领海范围 不是这样的 所有东西都是 有原则有例外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先不讲领海问题 但是北约扩展到亚洲是一种做法 就是这么多国家互相共同防御 第二种就是北约的共同回应机制 就是所谓的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 就叫N-A-I-P-T-O NAPTO 这个NAPTO可能会这样成立 这个做法可以说是 北约当印太四国任何一国 就受到攻击的时候呢 就有回应的义务 那回应包括防御 也包括其他措施 那究竟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余茂春的说法就是说 俄乌战争被台湾人有三个棋子 台湾不是这次北约峰会的参与国之一 但日本安倍晋三前首相说过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俄乌战争也被台湾人很深的启示 第一我改变对盟友的想法 湖阿兰以前一直不是台湾的盟友 那现在呢是支援湖阿兰 第二如果这个 某个国家陷入危机 就是台湾陷入危机 不能是百分百仰賴盟友的协助 大家要觉悟国防靠自己 自己国家自己救 第三永远永远 永远不要相信 和中国达成任何协议 过去二十多年来 中国和湖阿兰越走越近 军事现代化 其实是靠湖阿兰 军事现代化 那不可以再提供 即是这个 这个核保护杀 那也不可以提供 这个中国的任何的利益 也没有相信他任何的承诺 另外一个语谈人 就叫做David Stewart 这个很出名的 一个亚太做卿 就是史达韦 就是之前在 川普时代的David Stewart 亚太做卿 史达韦就说 美国应该重视重新检视台海的战略模糊政策 希望转催战略清晰 这也是蓬佩奥和他一直的说法 也是日本前首相蓬佩晋深的说法 但当然了 美国现在镜镜青青 和中国暗通款曲 另外就是 就是说 决定 保护的界线 协防的界线 要画清楚 即是当战略清晰了之后 协防的界线 要画在台澎而议 还是台澎金马 即是台湾澎湖 还是台湾澎湖金门马祖 金门马祖 是否棄手 这个地方要讨论 那就是不难过急 好好地讨论 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去讨论的一些议题 但是显然 我们看到 北约的向太印 亚太地区的国将已成定局 OK 即是方法是如何 和怎么样 将现在美日的安保 美澳英的AUKUS 和北约 这三个已经形成的东西 做一个对接 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已有的地方 和英国 法国 德国可不可以帮助 但是当然 哪个军事力量最强 像是美国 你问我 搞这么多东西 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 美国和台湾 现在称为中华民国台湾 达成共同防御条约 承认中华民国台湾 就是疫情台湾的国家地位 建交 协防 战略清晰 駐军 共同防御条约 这些才是真正的重点 有到这些东西 我不在乎 台湾有没有邦交过 不在乎 究竟这些东西 北约冬不冬阔 不是重点 重点是美国 对台湾的保护 那你说 哎 欧洲都是保护你的 从军事 从距离 从地缘政治利益 和中国关系的话 我认为 美国最可靠 美国最有力 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 不要将一些心神 放在一些乱枪打鸟 要劍及理及 精选自己需要做的东西 一直走下去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 那这个是我的狠切的呼吁 希望大家听得明白 那我们下一次 有机会再讲有关国际的议题